近年来,屏东可可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,被视为屏东县最具发展潜力之产业,为辅导县内业者,建立安全卫生的可可品牌《屏东县检验中心》启动可可检验专案,针对可可及其衍生产品所含之黄蛆毒素及多环芳香族碳清化和WuPos进行检验把关,以保障消费者时的安全,并建立民众对屏东品牌的信心,提升产品竞争力。 截至11年8月底,质疑检验可可豆19件及巧克力18件,皆符合法规规范。 检验中心表示,台湾属高温多湿气候,食品若保存不当,一遭霉菌入侵污染而产生黄蛆毒素,长期食用黄蛆毒素超标的食品,可能会对肝脏造成损害。